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历经磨难的流浪黄美运河终于回到了北京 在新社会开始自知其力的运河 却又先后碰到了以前的御医 宫女和太监 先前的主人奴仆关系 这时候正是人们批判的对象 也是运河要竭力夺避的隐忧 但他却又不得不与他们分别展开一段故事 那么运河创业之路是怎么开始的 他都受到了什么样的委屈和鼓舞 黄美的一生又留下了什么样的人生启示呢 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 晚清史研究学者 作家贾英华先生 带您回望跌宕历史 为您揭秘黄族变迁 敬请收看末代皇族的新生下部第十集 格格创业 上次我们讲到 谁也没有料到 过去那位焦身惯养的王府格格运河 帅先在皇族当中就成了一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当他在居委会偶然揭示了一位过去的宫女 鲁大姐之后 他们俩竟然就成为了街道家庭托儿所的创始人 这可能就是缘分 就在运河遇到过去这位宫女鲁大姐之前 他先是在街上碰到了一位过去宫廷的御医 叫童阔全 童阔全的父亲叫童文斌 这爷儿俩都曾经当过溥仪的贴身的御医 童阔全当时在宫内外都很有名 人称叫童医剂 又称石膏童 是说这个童阔全开中药的时候 膳食石膏 而且剂量很大 敢开药 往往一两剂药守到病除 至少使患者能够减轻病情 这父子俩医术神奇 运河他早有体会 因为当他在15岁那年 他在天津得了一场重病 久治不愈 溥仪着急了 赶紧就派了一位帝师 叫朱一帆 这个朱师傅 他很喜欢 苏文燕这个医学 很懂 由他带领着 这爷儿俩 同事爷儿俩 去给运河看病 果然不出所料 手造病除 没有几次 这个运河 大病出癒 运河非常感激 同事父子 尤其是跟这位年轻的 当时还稍微年轻一点 同括权 就结成了一生的这种友谊 关系非常好 这爷儿俩原来在北京的宫里 就伺候过溥仪 溥仪在维满当了皇帝以后 就是康德傀儡皇帝之后 又把这爷儿俩 招去了长春 当他的贴身御仪 实际上 运河一家人 真是认识他们 是缘分 也真得了计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上一集讲到 这个运河一家 在流浪的途中 那一相要 就是伟满洲国垮台的前夕 同括权 主动开给他 伟满洲国垮台前夕 同括权就叫去了运河 说今后路途不知如何 你们带点中西药 尤其是你们带点眼药 看来 这一箱眼药和这中西药 就成了运河一家人 在流浪东北期间的救命到复 也可以说是救命之药 当时在街上见面的时候 这个同括权 已经是年月古稀了 见到这个年轻的运河 非常的高兴 经历过这么多的磨难坎坷 咱们爷俩又见面了 二哥哥 太荣幸了 我现在在北京积水潭医院 当主治大夫 如果您哪天到积水潭医院 没挂上号 您找我 没问题 没过多长时间 运河 去积水潭医院看病 真没挂上号 他就找到了这位同代夫 同代夫太高兴了 二哥哥又见到你了 怎么回事 说我没挂上号 这好办 挂个预约号 这样顺利的就看了病 这个运河一生当中 记住了两个字 叫感恩 他始终记住了 同事父子对自己的好处 尤其是在流浪东北期间 那一箱药救了他们全家的命 这样运河就买了点心水果 专门去看望同贺权 同贺权的妻子一听 这是纯贤王府的二哥哥 太意外了 说我们一届平民 哥哥来看我们来吧 一定留他吃饭 由此这两家 以平民的身份 交往了多年 情深异常 就在运河回到京城之后 极力避免格格的身份的时候 他还是暴露了 为什么 他参加居委会的会议的时候 偶然遇到了一位过去的宫女 鲁大姐 这个鲁大姐 已经是年过六旬了 人称鲁大格格 因为大伙都知道他当过宫女 唯独运河不知道 有一天他就向运河透露了自己的身世 他说我过去也在宫里当过宫女 这个运河感到很惊讶 那个时代 透露自己是宫女 那得多胆大 可是这位鲁大姐说 别看大伙都叫我鲁大格格 这就认可了过去的历史 我通过工作 现在还是治保主任了 大伙信任我了 得到信任了 说运河 你不说你是 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大伙其实早知道 你就是纯秦王府的二格格 说我跟你介绍 我们祖籍一直就在北京 穷齐人 清末的时候 内务府选秀女 选上了 我就进宫 还伺候个皇贵太妃 这么一盘道 运河才知道 他伺候那位太妃 运河跟着祖母 进宫会亲的时候 这位太妃 还给过他小玩意儿 赏赐给东西 应该说都很熟悉 两个人交谈很融洽 话很投机 就谈起了宫内的衣食住心 两个人越说越近 远亲不如近邻 两个人住得也很近 当时运河住着两间平房 很窄吧 这汝大姐看望的时候 运河就说了 说这两间屋不大 我经过了东北的流浪生活 才知道 这个太幸福了 能够安居了 有点住了 我感到很知足 知足者常乐 两个人都是经历过宫廷生活 和坎坷的经历的人 由此两个人结成了亲如姐妹的 这种朋友关系 两家人来往密切 有一天呢 这个鲁大哥哥呀 出门啊 摔捨了胳膊 结果呢 就打上石膏了 整个呢 打上石膏是上了家本 运河呀 买了香蕉苹果去看望他 中午做不了饭 这运河呢 就替他做了一顿午饭 这个鲁大姐非常的激动 我们这个鲁大哥哥说呀 我这位下等的宫女 能跟您这个纯心王府的 二哥哥交成了朋友 这身多问 咱也想象不到的呀 运河啊 笑了笑说啊 别提那个纯心王府的二哥哥了 咱们呀 现在都是啊 普通公民啦 那个二哥哥 那都是老辈子的事啦 按说 您还是咱们聚会的职保主任 还是我的领导呢 这二位呀 是越交越深 说话也很投机 两个人呢 就谈起来了 当时五十年代啊 国家号召啊 这个妇女走出家庭 投入社会 哎 参加工作 哎 参加工作 这时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 小孩谁看 成了普遍的问题了 俩啊 合计 说咱们俩啊 把这事儿啊 给接下来 于是呢 这两个人 一到就成了呢 第一个 街道家庭托儿所的 创始人 说起来很有意思 起初啊 这个街道托儿所啊 哎 只有仨小孩 也就是说啊 这老二位啊 看着仨小孩 没工资 还没任何待遇 就是尽义务 由于他们呢 经历过坎坷 啊 明被人的心里 对小孩啊 照料得非常周到 很快这个托儿所火了 迅速的就增加到了几十个人 这街道主任啊 加盟了 哎 成了呢 这家庭托儿所的 其中的一位教师了 可是呢 期间也有差距 这孩子越来越多 几十个啊 几十个孩子在一块 你不能捐着大伙啊 得给大伙讲故事啊 当时呢 最流行的就讲了 前苏联 哎 卫国战争的故事 这时候呢 他就找了本书啊 在家呢 看了看 然后呢 就开始啊 给小孩学着讲故事 有一天 运河呢 正在给这小孩啊 会声会色的 讲故事的时候啊 这门 哗 开了 进来了几位啊 上级街道的头头 匹手啊 就抢过了 运河手里那本书 然后呢 这几个人就传阅开了 逐字逐句的就审查了 因为他们知道啊 这运河呀 是纯行王府的二哥哥 就怕他呀 散布封建迷信 这抽查来了 这小孩 大眼瞪小眼 不知道 大人之间 发生了什么故事啊 这几个头头啊 一看没问题 走了 运河啊 可流开眼泪了 他不好意思 当着小孩流眼泪啊 他就背过失去啊 擦下了自己的眼泪 回家啊 运河嚎啕大哭 说我这么干 也不拿薪水 没有工资 这么干 还得不到信任 我不干了 不干了 这时候啊 鲁大哥哥来了 他说您这事啊 我早经历过 人家知道我是工女的时候啊 认为我是封建的残渣余孽 我是经过了啊 这么多年啊 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咱们一定干下去 你这个哥哥啊 一定 要得到新社会的承认 这样呢 坚定的细心 托儿所越办越火 效益好了 发工资了 在所有的老师当中啊 运河是真正啊 受过私塾教育的 文化功底很深的 哎 第一个月工资 看啊 什么都没干 全部啊 买了什么呀 买了开国领袖像 恭恭敬敬的 就挂在托儿所的墙上 可巧 很快全市啊 就开展了这托儿所的大检查 哎 结果发现啊 就唯独这个托儿所突出政治 评为了全区第一 这个运河啊 太高兴了 喜出望外啊 得到了表扬 其次 主要是呢 得到了新社会的公认 承认你了 哎 可是啊 这小叉群啊 又来了 这孩子呢 光读故事也不行啊 闹啊 说啊 领着小孩上景山公园去玩去 这样呢 几十个孩子排成两队 这个这个后头这孩子啊 牵着前头孩子这个衣镜 拽着 进景山公园 秩序井然 可是他啊 万万没有料到 一进这个景山公园的大门啊 这有一个孩子淘气 哇就跑出去了 结果呀 所有的孩子 就像乱了营的羊群 哇就跑开了 向东向南向北 一下呢 转眼之间 没影了 给他急坏了 他抓这个 抓不着那个啊 使出了吃奶的劲 就拽住了一个小孩 让这小孩啊 往那一站 他去找别的孩子 还想让这小孩啊 列队 去游玩 刚一躲开 这小孩也没影 你说 这一个人 拽几十个小孩 不可能啊 当时啊 这眼泪啊 又下来了 说怎么那么难呢 你想想 一个王府的格格 没看过孩子 他自己的孩子 原来都是保姆带啊 到这以后啊 他再到景山啊 绝不一个人去了 几个老师啊 一起带着孩子去游玩 刚一开始 这个方法也很笨 他说 一出门 这个街上有公共汽车 怕小孩撞着 那好 咱们拿小绳啊 串上这孩子 这街上这行人 这看 说这又不是托儿所啊 这不是跟犯人一样吗 小绳都拴着 当然后来了 运河也逐渐的摸索到了科学管理孩子的方法 为家长解决了后顾之忧 也赢得了社会的信任 忽然的一天 这个运河啊 政府在街上的时候 后头有一人叫 二哥哥 吓得一跳 因为啊 已经啊 没人叫他这个了 都叫他运河 他就怕叫他这个二哥哥 这是封建残杂欲灭啊 一看 是冯小时就抱着他的一位老太监 叫冯乐廷 他一见这冯乐廷害怕了 为什么呢 前几天啊 他的丈夫郑广员说啊 他也碰到了这个冯乐廷 在哪儿 在一和园门口 这个冯乐廷啊 闲着没事 捧着一盒子卖烟卷 其实啊 并不缺钱 老太监一个一个公园去转悠 拿这个当啊 休闲 一见这个郑广员啊 叫了一声阿妇 蛮雨了 驸马 拽着郑广员的这个衣机啊 一路小跑 拽着 什么事这个郑广员 这怎么回事啊 见着老太监 拽在一个毕竟的胡同里 哭疼 过去那儿 我给啊 阿妇磕头 所以这个一听这个茬 二哥哥 说一见着冯乐廷 这二哥哥吓坏了 为什么 你当街给我跪那儿 我刚受表扬啊 咱们有话啊 家说去 赶紧啊 就跟这个冯乐廷啊 说好话 有事 咱们家说去 这个老太监 冯乐廷啊 他不是北京人 他是一个乡下人 这个周围的曲线 几十年了 他还带着那香烟 可是这个为人呢 非常善良 他见人就笑啊 特别有人缘 别看他是个太监 运河啊 十分敬重他的为人 因为呢 这个运河啊 他没有出生之前 这老太监啊 就进了春清王府了 这老太监呢 经常就跟他开玩笑 说运河啊 二哥哥啊 我可比你早来的 春清王府啊 你没出生 我可就进来了 要不我拿这么高的工资啊 就是资历很老了 在街上他见到了运河 看到了呢 运河简朴的这种打扮 知道他生活呀 并不富裕 说您告诉我地址 我呀 看您去 当晚 老太监呀 买了几斤羊肉 料下就走 呆都没来 太监说啊 这是我们的规矩 哎 看我们二哥哥来了 没让付 我不能付 走了 运河一家啊 饱饱的就吃了一顿涮羊肉 在此之后呢 这老太监啊 就经常啊 哎 送点北京风味的小吃啊 送点牛羊肉啊 看望这个二哥哥 为什么这两个人关系这么近呢 运河啊 在吃涮羊肉的时候啊 就跟家里的几个小孩啊 就说了 说我们俩啊 实际啊 是一对伴 什么叫一对伴 我们俩啊 不是同年 是同月 同日 同时辰 出生的 只不过啊 他比我啊 大了三四十岁 我没出生 他又进了王府 人不知道他叫冯乐亭 在春心王府啊 人称冯伴 不是陪伴这个运河的 是陪伴谁呢 陪伴运河的祖母的 外界有所不知 这个溥仪的祖母啊 一直身患精神病 经常发作 只要一发作起来 就不得了了 整个王府啊 就翻天覆地了 这个老太太一犯神经令啊 一定要叫上二哥哥 叫上三哥哥 一左一右 他说啊 我要上天入地 腾云驾雾 败望 玉皇大帝 你说这是哪来的话啊 这么一闹起来啊 几天不得安静 只有这个冯伴来 为什么呢 他进了府就伺候这位老太太 吃喝拉撒睡 全由他管理 到后来啊 就成了一对伴了 为什么叫一对伴了 只要他一犯病 运河和这个冯乐廷一到场 立马的病情啊 就减轻 所以这个冯伴呢 在春前王府有一个特出的 这么一个地位 他对二哥哥啊 特别的好 有一次啊 他呢带着这个二哥哥 老北京人讲的就喝了这 就是说让这个二哥哥呢 骑在他脖子上 带着他去龙夫寺那个庙会 逛庙会去了 临回来扛了一串啊 一两米高的糖葫芦 回来就让这纯秦王啊 一顿训斥 你这个太监 你怎么能够啊 叫他老公啊 因为老公怎么带着二哥哥 共描绘啊 但是呢 由此啊 这个小事可以看出来 这两个人关系啊 非常密切 就是在运河长大成人之后 成年了 这个老太监啊 经常的给他买这个买那个 手里啊 很富裕 别看这个冯乐廷啊 他是个老太监 他解放前啊 就娶了一房妻子 而且在石沙海的后海 18号 18号这个地儿现在还在 买了一处非常漂亮的四合院 制了地产了 大门一开 面对着地坡荡漾的石沙海 风景修理 老太监呢 遇到了运河之后 就邀请了运河到家里做客 说您啊 看看我那个小四合院 自称小四合院 在这栋呢 独门独户的四合院里呢 哎呀 运河呢 非常惊讶的 见到了老太监那位啊 美得惊人的 这位妻子 说句形容话 就美如天人啊 天人一般 太漂亮了 一位江南女子 这个老太监的这个丈母娘啊 就是这位姑娘的妈呀 比这位啊 冯乐廷啊 还小几十岁 这个老太监的妻子啊 她不但漂亮 而且唯一人啊 非常热情 周到 吉利呢 就邀请啊 运河在他家吃轮饭 于是呢 这个运河啊 就尝到了许久没有吃到的一顿的美餐 一想这个运河这一辈子 他什么没吃过呀 王府皇宫 可是这一道菜啊 他说啊 真的好啊 一辈子记住了两道菜 一道菜呢 就记住了东北 那个贴饼子 蘸这个烩酱 还一次 就是这次 什么呀 一桌 鸡鸭鱼肉 这有什么信心呢 拿筷子这么一吃啊 知道 全是啊 豆制品 一桌 全素斋 味道 太好了 要说这格格说好 那绝对是 应该是 火真价实 老太监跟他说啊 我这当年是花了大价钱 从御汉房啊 偷来的手艺 我告诉您一诀窍吧 您别看这些 没有真正的鸡鸭鱼肉 没有肉 这是真正用啊 鸡汤 味制出来的 这是真正一顿美餐 这个冯乐廷家里啊 比他想象的啊 那又豪华得多呀 让他啊 非常的惊诧 因为呢 一个屋里 全部家具 黄花梨 另外一屋里 全部子坛 这一看啊 不是民间之物啊 而且呢 这个家具上面 相叼着旧玉片 还有呢 罗电 规格啊 就非常的高档 令他呢 非常惊讶的是啊 他在这个条案上啊 建造了一个自明钟 小时候这个运河 经常进攻啊 这个自明钟 不是民间之物啊 是薄来品 是外国人啊 进贡给皇上的 这么好的东西 再让他呢 感到惊奇的事啊 整个一架大的 多宝格 上面 康庸前 前三代的 官窑粉彩 这个运河啊 就问起了老太监 这么多好东西 说你哪儿 行来的 他不是说买 是吧 这个行的是北京话 就是说 你不管怎么个渠道 是个动词 哪儿 行来的 行来的 老太监呢 就对运河说了 您不记得 您打小 我天天就给纯秦王府 整天擦这个擦那个 您纯秦王府这个东西 我一擦 擦了一辈子这东西 我到市面上一看 跟这一样的就对 跟这不一样的 不对 我进皇宫 跟着您一块会亲 看到皇宫大内的东西 我也留心了 到市面上一看 跟那东西啊 差不多 不行 较真 在细节上一样 就对 他说我给你比喻吧 什么叫真东西啊 说二哥哥 我从小时抱着您 抱着这么多年 您长大了 几百米之外 这人影一晃 我就知道是不是 二哥哥 对不对 什么叫文物啊 有文化标记的古董 土仪二十年出宫之后 刘立场 前门外 鼓楼前 这几个古董店 就成了老太监 挥霍 加双眼号了 挥霍自己啊 这点积蓄的场所 这个老太监说啊 这当时很便宜的 那个战争动荡 谁买啊 全给改了来了 吃饭后啊 运河告辞 老太监啊 又让他啊 吃惊了一番 说啊 我带您去一个地儿 到了另外一个屋 一幅古画 掀开以后 一间密室 进了这间密室以后啊 老太监拿出了一个白宝箱 这个白宝箱啊 什么东西啊 基本上啊 就是啊 宫内的各种边湖啊 哎 珊瑚啊 最多的是什么呀 是女人带的金银首饰 那都是有年代的啊 有年头的啊 一看大内珍品 要不就是啊 王府之物 不是民间的 这是多年来 这老太监一辈子 攒下的东西 说二哥哥 您挑啊 您随便挑 哎 您留几件当面相 二哥哥啊 说我一件都不能要 这个运河当时啊 已经接近于赤贫了 啊 毫不动心 原来的主仆 已经转化为新型的贴心的朋友 但几年之后 两人再次相遇 运河却听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 老太监的命运 为什么会离奇转变 而黄妹运河的一生 又有着什么样的启迪意义呢 没有几年 他又一次呢 遇到了老太监冯乐廷 老太监呢 面露呢 尴尬之色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一看老太监啊 非常沮丧 运河一看就有事 一问 果不其然 他当初一看 这个媳妇太漂亮了 离了 老太监呢 孤身一人 这个母女俩啊 他说 看中的不是我这个人啊 他看中的是我们家那点东西啊 这是董行的啊 看中的是我们那栋啊 石沙海 风景优美的宅子 聊离婚 他卖掉了这种柴子 分了一部分钱 就给了呢 这对江南母女 他自己呢 到了西城区啊 一座小庙里呢 寄生 晚年呢 运河老人和他的丈夫 郑广源 分别呢 从企业呢 退休在家 遗养天年 他们在呢 一栋呢 普通的楼房里 安静地过着 公民的生活 许多人啊 对黄内啊 一生坎坷 反差极大的生活啊 特别感兴趣 经常有记者啊 前来拜望 来采访 运河老人身体不好 就在门口啊 接了个纸条 写本人啊 身体不适 谢绝采访 这个记者来以后啊 说看不到这个老人 我接走这条 留作纪念 也就是说呢 黄妹一生坎坷的经历 传奇的经历 引起了呢 国内外许多人的兴趣 运河呢 讲起过去的生活的时候呢 总是爱重复地说一句话 说想起过去啊 那些啊 啊 这个起伏跌宕的坎坷 生活的时候啊 想到我们现在平静的这种公民生活 真是啊 恍如格式 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 他已经啊 弯腰脱胃 就是行走不便了 他的臀部呢 已经上了皮包骨头 在沙发上都不备下去了 只能呢 做一个橡胶圈啊 吹起了那么一个皮点 皮圈 橡胶啊 充气的皮圈 他错误了 每当客人来之前 他一定跟对方呢 打个电话 说您来之前 千万跟我说一声 我问过他 为什么呢 他说 我 事先要打扮 梳洗一番 这是呢 对人的尊重 这是对客人的尊重 运河出生于啊 中名鼎时的 帝王之家 他经历了 从最富有 到最贫穷 乃至呢 最终啊 归于平淡的生活 他以一身坎坷的经历 为呢 为呢 富贵二字 做了独特的注决 运河在晚年的时候 生活极为简朴 他没有名牌的衣裳 也没有名牌鞋 更没有名牌的耙包 他平时呢 出茶淡饭 处世淡然 但是他从骨子里啊 透出一种啊 高贵的气质 老北京人啊 管这叫贵气 人们总希望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 可是什么是富贵呢 有的人认为啊 有钱就是富贵 有权就是贵 我认为啊 有钱未必富贵 有权也未必高贵 尤其是啊 那些权贵 那就是呢 他呀 用权力啊 去延揽呢 财富 延揽钱财 这个权力 可不是能够永远拥有的呀 一旦权力消失 请客之间 一切将化为乌鱼 究竟 什么是富贵呢 其实啊 任何的父亲 纯亲王斓锋 手里啊 有一方贤章 这两句话呀 为富贵 做出了顶 第一句话叫 有书 真富贵 第二句话叫 无事 小神仙 有书 真富贵 说明了呢 他宠上知识 认为啊 拥有知识 是真正的 富有 无事 小神仙 是什么意思呢 那可不是啊 吃饱了没事 睡大觉 胜过神仙的意思 那时呢 要远离 脱折和磨纳 运河 身为呢 大清皇帝 普遗的亲妹 他是呢 摄政监国 宰封的女 那堪称 是大富 大贵 但他和所有的末代皇帝 却以呢 大富大贵 大 大乱 大起大落 大喜大悲的经历 直到呢 大撤 大悟 悟出什么呢 悟出生命中 最深刻的 一个道理 平平淡淡 才是真 平平安安 才是死 2002年 2月16日 凌晨2点 爱心觉罗 愿合 因病 事与家中 享年 91岁 人生百年 有几人 他在世上 活了91年 他经历的 正是中国历史上 发生最重要 最伟大 变革的 百年 巨变 他独特的经历 从某一特定角度 折射了中国的 百年 沧桑 他以己身亲历 诠释了 富贵 二字的 内涵 早在50年代 他的侄子 寓言 就被 免于起诉 特赦释放 回京 看望 他这位二姑 在他的二姑家里 他谈起了 在狱中 曾经被 溥仪 立为皇子的 独特经历 我们下期会